大家好,我是小小,今天带来一个妈妈检查女儿伤口发现她是机器人的故事。 天才工程师埃里克斯曾与女友安娜以及戴维一起参与过智能机器人的开发项目, 她一直想创造出有趣的情感机器人,但某天却不辞而别,导致项目无奈终止。 十年之后,埃里克斯重返家乡工作,并在老师的邀请下为母校设计新型机器人的程序。 她始终不忘当年自己的志向,于是着手记录孩子的情感,想将她当作机器人的情绪模板。 埃里克斯遇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女孩,此时她正倒立在鸡血的路上玩耍,像一只淘气的小猫。 得知她叫伊娃后,埃里克斯便邀请她来帮助自己进行工作,伊娃同意了。 回家之后,埃里克斯接到了老同学戴维的电话。 此时,戴维已经和安娜结婚,两人邀请她来家中做客。 在戴维家中,埃里克斯惊奇地发现,伊娃竟然是他们的女儿。 有了这层关系,伊娃顺理成章地做了埃里克斯的观察对象。 于是第二天,埃里克斯便开始记录伊娃的情绪,并用自己开发了一半的智能机器人, 具象地将伊娃的大脑展示出来,这让伊娃对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十分感兴趣。 伊娃回家后,将自己参与测试的事告诉了妈妈,但安娜脸色突变, 伊娃追问原因才知道埃里克斯曾经是妈妈的前男友, 安娜对她的不辞而别始终耿耿于怀。 但伊娃对智能机器人研究十分感兴趣,第二天她又找到了埃里克斯, 可是埃里克斯已经答应安娜不再用伊娃测试。 伊娃提出一个协议,声称只要埃里克斯带自己一起玩, 就告诉她一个关于妈妈的秘密, 埃里克斯十分好奇,便答应了。 两人一起爬上雪山后,伊娃指着山下告诉埃里克斯, 父母如今已分居两地,感情并不是十分和睦, 她暗示埃里克斯抓住机会,与安娜继续前缘。 回到家后,埃里克斯参照着伊娃为机器人写入情绪, 她希望这个机器人能像人一样聪明有趣, 最好还偶尔有点小脾气。 不料后来她和机器人产生了争吵, 机器人竟将工具刀扔向了她。 埃里克斯吓坏了,她一怒之下摧毁了机器人。 几天后,戴维和安娜邀请埃里克斯参加舞会, 在舞会上,埃里克斯借着酒意邀请安娜跳了舞, 她想起伊娃的话,尽情不自禁地亲吻了安娜。 这一幕恰巧被戴维看到, 她狠揍了埃里克斯,并警告她不许再接接安娜。 第二天,安娜找到了埃里克斯, 为戴维的鲁莽道了歉, 她还说出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伊娃是自己和埃里克斯创造出来的。 埃里克斯听闻此话大吃一惊, 而伊娃刚好偷听到这句话, 她不知所措地跑进了雪山里。 安娜紧跟了过去, 并在一处悬崖边上发现了昏迷的伊娃。 随后,她割开伊娃的后背, 替换了里面的一个组件, 让她恢复了生命。 原来伊娃竟然是个机器人。 苏醒的伊娃发现了自己的机械身体, 她三观尽惠,陷入崩溃。 安娜试图安慰伊娃, 但她情绪激动, 推开了安娜, 尽导致安娜摔下山崖。 惊恐的伊娃找到了埃里克斯, 想让她救救自己的妈妈, 但一切都太迟了。 埃里克斯在老师那里得知, 当年她离开之后, 安娜和戴维继续完成了智能机器人项目, 成品就是小女孩伊娃。 但伊娃没有通过安全测试, 被责令销毁。 便将她带回家中偷偷抚养。 如今,伊娃伤害了人类, 埃里克斯认为她必须被销毁。 此时的伊娃已经知道自己是个机器人, 她爱妈妈安娜, 但却害死了她。 痛苦的伊娃请求埃里克斯把自己改造成好女孩。 埃里克斯假装答应, 把她带回了实验室, 然后像当初销毁半成品机器人那样, 杀死了伊娃。 在埃里克斯的认真里, 机器人应当是人类的奴仆, 绝对不能违背人类任何意愿。 而在伊娃的脑海里, 她已经拥有了人类的感情, 并和安娜以及埃里克斯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永不分离。 这个故事来自科幻片《伊娃》。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